今天就会讲解一下 关于预料加减成续 一些一直存在 但比较少人讲起的特性 这是今天所讲的内容 有5点 会逐一跟大家讲解一下 首先第一点就是交换论 Law of Commutative 这个Commutative Law是讲的什么呢? 例如 大家看到畫面所看到的這個就是99成發表 如果我在這裡隔一條線 打斜角這樣看 我隨便撿一坨數例如 5、2、10 2、5都是打10 大家看到它是沿著這條打斜的線是對稱的 就像快鏡一樣,10是這個位 5、2只有10,2、5又只有10 例如7、3、21,3、7也是21 那又是對稱的 9、4、9、5 9、5、45 5、9都是45 你看到都是對稱的 這個就是大家背過的99成發表 獨特的地方 那就是它會沿著 打斜這條 完全平方數左右對稱的 那除了 在乘法 因為現在在說乘法 除了乘法之外 加法其實都是一樣的 這個就是加法的表 就是2加1等於3 6加5是11 那你看到都是會沿著這條線左右對稱 更甚者就是你會看到打斜的這條線 就是它嚴重對稱的 那像剛剛所圈著的這些數字 全部都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交換律 這個competitive law 如果用符號來表達的話 即是它在說 如果有一個數 對於 加法的運算來講 如果我們有A加B的話 那就是說我們可以把它倒轉 變成B加A所得的 答案呢是雙等的 那同樣道理對於 乘法的運算來講 都是一樣的 那A乘以B呢 亦都會等於B乘以A 那這個就是交換律 那但是對於我們 學過的減法來講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例如5減3等於2 那右邊我們有A減B等於C 那如果我們將它 左右 即是這個 5和3互相交換的話呢 那就會變成 3減5 就等於 咦 這裏沒錯了 這裏就是多了個負 3減5等於負2 而B減A呢 就等於負C的 那這裏多了個負呢 凡是我們以後看到如果有一條法律 那對於 如果我們兩者交換完之後的答案都是一樣的話呢 那就 就這樣吧 叫它原本的名字吧 那但是 好像遇到這些情況 英文呢 就會前面加一個Anti這個字的 例如3減5 會突然多了個負 那這條呢就叫做反交換 我們還會說 這個 減好對於減法來講呢 就會符合 這條Anti-competitive law 那呢 交換率呢 就是在說這件事的 那下一條呢 就叫做 Associative law 那呢 在說的呢就好像 畫面上面看到這兩條東西那樣 例如如果我們有一串 有一串 有一串Number要加上它的話 例如A加B 那 A加B又要加C 那有一串很長 那誰暫時拿3個來做例子 A加B 就加C的話 那這條Associative law就告訴我們 我們 首先做了哪個先都沒有問題的 A加B 我們先做了A加B 先啦 左邊就是 右手邊就說 咦我們不是喔 我喜歡做B加C 那 A加B加C 也等於先做了B加C 然後再加上A 那對於乘法也是一樣的 我們無論做了前面 如果有一串Number全部都是乘在一起的話 那無論先做了A乘以B 還是做了B乘以C 然後再乘回乘低的那個呢 答案也是一模一樣的 那這條東西就厲害了 例如當我們看到假設我們有一條息是這樣的 那1乘2乘3乘到後面乘到0為止 那答案是什麼呢 哦 你可能會說 那 由於這裡有個0嘛 那答案一定是0 但是你怎麼得出0呢? 如果叫你逐步計算的話呢 那以前呢 就沒辦法的 一定要 你先計算了1乘2 得2 然後再乘2乘2 3 就得6 6乘4 24 要不斷乘 乘到最後 有一堆數了 不知 萬多 我猜 然後把這個數 可以乘回0 這樣才得0 這樣呢 中間就會 花了很多時間去做中間的step 但是由於 由於 這個乘法的結合率呢 就給了我們一個空間 告訴我們 其實 一開始 我們做了誰先都沒問題的 對不對 那一開始就先做 9乘以0 對不對 那最後得出的0 再乘8 那全部乘下去 逐個乘 乘完之後 全部都是0 那我們就可以 看到這一條息 一開始第一刻 然後就告訴我們 答案是0 那就可以省回我們 很多不必要計算的時間了 這個就是 結合律索給我們聽的一件事 然後再下一條呢 就叫做分配律 distributive law 那怎樣distribute 例如我們有一個東西叫A加B 然後我們要把它乘C 那C要乘進去 那C成員進去之後 那就分別 會變成各自 A 即是這個C好像是排餅仔那樣派進去 那就會變成右手邊這個 A乘以C 再加 B乘以C 那這條就是 講的 加法 遇到加法和乘法術出現的分配率 那這一條東西 其實就是一個property 告訴大家 暫時 小弟 還沒找到有什麼 實際 平時實際的例子可以用到 那 另外一件事呢 想說呢 就是叫做 Identity Elements 那對於 每一種計算方法呢 例如我們有一個數 任何一個數都可以的 那我暫時拿7例做例子 那 7 加上什麼 加上每一個數呢 是會等於自己的 那這兩個東西 一模一樣Identical 那所以 所加出來的這個數呢 我們就叫做Identity Elements 那當然很容易理解 7加上0 即是沒有東西加 那就會等於自己 是不是 那而對於乘法來說呢 這個Identity Elements 是不同加法的 因為大家學過7一如7 那 那這兩個可以是兩樣不同的東西 那這就是Identity Elements 所要講的東西 就是對於 某一種運算的方法 如果某一個數 進行完這種運算之後 對於某一個對象 進行完這種運算之後 是等於自己的 即是這個藍色的戰墜數看到的 以及下面這個紅色的戰墜數看到的 7乘以1等於7 那這個1呢 就是在乘法的Identity Elements 而這個0呢 就是對於加法的Identity Elements 那另外一件事呢 就叫做Inverse Elements Inverse Elements 在說的就是 又是對於 對於運算方法來說 究竟7進行什麼 加什麼 會等於加法的Identity Elements呢 這個是I 我們知道加法的Identity Elements 是等於0 是不是 而對於乘法 乘法的Identity Elements 就是1 經過小小算術 我們知道7 加一個叫做 負7的物體 負7的物體 這樣呢 就會等於0的 而7乘以一個叫做 7分1的物體 這樣呢 就會等於1的 大家是不是看到已經有些 似乘相識的感覺呢 這幾樣東西 我們只是由加法 和成法就可以推導出這個減法 和除法 這樣呢 我們有減法 然後 就可以 由7加某一個東西會變回0 要還原的 我們在這裡就得出一個 負數或者是減法的概念 7 要成謀一些東西 某一個數要成謀一些東西會 等於它本身乘數的東西就是1 7乘以某些東西等於1 那我們就可以在這裡 得出這個 倒數 Precifical的概念 也就是 除法 大家看到這個 分數 分數 除法 其實都是在說這件事 這一種 倒翻轉 即是加法的倒翻轉 乘法倒翻轉的計法 我們叫做 逆算法 又或者大家知道咸數的概念的話 這個可以叫做反咸數 那麼 在這裡不說得那麼複雜 那麼 只不過 在說例如 減法的出現呢 我們可以說減法 其實是加法的反咸數 或者逆算法 那麼 除數呢 除法呢 也是 成法 的逆算法 或者是反咸數 就是了 那麼 今天說的 關於四側運算的某些特性 就講到這裡